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老婆知道 我好像忘记晾衣服了 翠翠和宝宝正在这边看书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快点回去 这是几楼啊 还在下面 去地下停车场 呃呃呃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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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边 是那边 出门太着急了 衣服没有晾 我们的车呢 在这边 女士专用停车位 完了 钥匙不在我这里 我这是个猪老子 打算就拿钥匙去 他们就在这里面 呃 这是谁啊 好像熊带琳 张天爱 哦 跟熊带琳长得好像 哎呀 不管了 他们在前面 哦 大个熊帽啊 嗨 杰杰你把车钥匙给我一下 干嘛 我我我手机到车上了 拜拜 嘿嘿嘿 拿到钥匙了 好大一只小黄鸭 和我身上一样的 下楼去 赶快上车 终于等到了饭店 赶饭人赶饭时间 第一个冲向饭店 赶饭去了 赶饭去了 不要着急 我还有时间 到小区了 接着走斑马线 上楼去 猜猜我家在几楼 终于到家了 看一下衣服晾了没 果然没晾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竟然给搞忘了 大家千万不要学习 衣服已经晾好了 现在回去 最最买电话了 喂亲爱的 宝宝的裤子在车上啊 小星星的裤子啊 在车上 拜拜 小星星要裤子了 我俩知道车上有没有裤子啊 来一条 这里没有 哎 裤子乱放 裤子来到手了 回商场去 要不然他们会怀疑我的 爸爸玩小区可跟手 小星星 爸爸回来了 爸爸 大姐不要横穿马路 爸爸 到中南路了 进停车场了 找个停车位 不知道宝宝他们在哪里 他们下来了 小星星 你们怎么下来了 我 我把车换了一个女士停车位 你要的裤子 我们上车换裤子吧 爱你摸摸搭 我也爱你摸摸搭 我们上车吧 走吧 换裤子喽